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对物理来讲都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有三个坐标系统 就是为了方便 举个例子来讲的话 我说我在这边 我可以用SYZ来表示 那我所有的这边 我R正R负 全部都是改成什么 全部都是SYZ 我R正的话就变成是 4π190分之1 根号S平方加Y平方 加Z R负的话是Z-D 括号的平方 Q 然后减掉根号S平方加Y平方加Z加D 这就是我的Potention OK 所以你就接着类似的方式 你可以去计算你的结果 那您 那您 也许同学会讲说 那这边怎么细算 一样的情况 这个减这个就是这一段 那这一段是多少 就很麻烦 但是 在这里我就马上看出来 它就是DcosZ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用 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用直角做标系统 可不可以算 可以算 而且也可以很容易的算 你愿意去算它的时候 那就这个呢 我也可以把它写成4Pi1-0 然后根号S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分之1 这Q把它移到外面来 然后呢 你已经把这个移到外面来的时候 这1再加上 这一项 Z平方已经移到外面 还有一个2ZD 然后加D平方 那也就1加上D平方-2ZD 除以S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开2分之1次 这是第一次 那第二项 我已经告诉你 Z也大于D了 所以这一项几乎0 这个用二向式展开 这个也一样二向式展开 1加a的二分之一次方 就等于1减掉 加上二分之一a 当a 元小一的时候 那你把它二向式展开 一样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这里没有所谓的什么固理在里面 全部都数学 唯一一件事就是你要 去计算过 它就是你的 不然永远是老师 做的东西 OK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刚刚在写的鬼点 它的三个关系是 那为什么会是那样的形式 回去帮你的 你们物数是哪一本书 有没有物理数学 有 哪一本书 没有书名 可以开头的桌子 你一个习惯 在物理上碰到的数学问题 可能并不是你以前学过的数学问题 唯一一件事情就是 这是干嘛 第一个就是赶快去翻书 因为过去你的经验是什么 你以前的经验是你一定要先学过家庭乘除 学过什么以后你才可以学相关的物理 从今天开始没有了 今天数学跟物理就是同时进行的 因为很多的数学是因为物理的需要 所以发明的 比如说微积分 很多的特殊函数 全部通通是你因为物理的需要 你去发明数学出来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碰到不会的数学就是去翻书 翻书的情况的话 你们的工程数学 那以后就是你的工具书了 不管你是有教过的没教过 通通是你去翻书 然后自己去把它学 哦原来是这个 然后来的就是积分表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 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算了到最后就是 有一个东西我就是算不出来了 很复杂的 那有一天我们就跟 在那个研究室里面 在那边想说这个到底要怎么想 我就问了一个学长 那学长其实就是我们隔壁的同学 他只是 我是出来教书再回去念书 那他就一直在那边做实验 所以我们就叫他学长 其实他是学弟 他叫我学姐 我叫他学长 他就告诉我说 学姐 那个好像我在对面的书局啊 有一本那个 那个handbook 我们平常在讲那个 那个积分表啊 其实你们看那个后面只有两页而已 实际上那个整个那个积分表 都是厚厚的一本 他说那个对面书局的那个积分表啊 有一本好像有类似那样子的关系的 积分的结果出来 我说哦 他说你去对面书局那个看一下好了 然后我就跑到对面书局去 看到了 那个积分出来的结果就是二分之π 就这么简单 但是他到 你要从那个关系式积到二分之π 他需要很复杂的数学 所以讨论这件事情 他是做实验 我是做理论的 讨论这件事情 并不是只有局限在 跟你做相同的问题的人的身上 这是你们要注意的 互相交换 我们说你们未来你们可以看到 1957年的BCS V是Battin C是Couple S是那个Schreifer 那Schreifer是什么 这两个都是大师了 Battin、Couple都是大师了 Schreifer是他们的研究生 研究生呢 他们本来就 他命做高温超导 做到最后老师给他一个题目 他已经快要放弃了 他放弃了 他快要放弃 反正他做不出来 他快要放弃 他有一天他去听高能的演讲 一个演讲 高能的演讲 那根本不是他的领域的演讲 然后他就听到那个概念以后就说 他就想 那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放到我的在想的理论里面 他就把他引进来 放到他的理论里面 然后就 出来了BCS理论 他是研究生 Battin、Couple都是 Schreifer是研究生 所以后来你们都会知道 高温超导里面最非常有名的1957年BCS理论 这是三个人的名字 OK 所以你们的学习态度 你们的学习态度有一件事情 因为你们大一 还是要去进入这个状态 就是说你的学习不是只有极限在你的课堂上 书本上的学习 讨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有很多东西在课堂上 我们不可能给你一个一个的计算 但是你去查书 书本上是一个的经验 那是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是一个很既定的东西